专辈们安家乐业 在地安老 一二三 接牌 社区照顾官和据点 在电阶里长王熙仁 永和区长庄茂坤 立伟林德福 司议员许昭新 及李明的期盼下 热烈接牌 王熙仁表示 电阶里致力服务年长者 成立社区照顾官和据点 也希望带给长辈一个活动的空间 透过出门聊天交朋友 来避免退化的发生 真的也是蛮开心 今天是我们那个 电阶里社区关怀据点 成立的日子 那我们现在电阶里 就是有社区关怀据点 也有银法俱乐部 然后也有健康守护站 那我们目前三个活动的话 就是希望带给我们社区的一些 银法长辈 有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有退化这个疑虑 让大家多出来 多认识朋友 就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我们这里 每个礼拜二 都有凉血压 还有那个健康的那个什么 课程都会讲 更新那些都会来 来讲 那个医生会来讲健康的那个课程 电阶里每月办理公餐活动 每周三健康处境包含 手作寿司 居家安全讲座 及桌右教学等活动 林德夫表示 让长辈每天有事情做 能跟老朋友聊聊天 对健康非常有帮助 许昭新也为电阶里能有地方提供各式课程给长辈学习 表示肯定 今天王信仁王里长 我们用心 他今天教大家 这个怎么去做寿司 做寿司以外 还有今天还有一个健康的寿司 要启动这个健康典礼 这个就是新人里长他的用心 最重要就是这个王里长 这个新人的用心 我们要继续支持 我们老公要有事情做 对 我跟你说 我才来老人 你只要有事情 有事情做 有一个老朋友开工 第一个你会健康 第二个会常寿 这个很重要 我相信呢 能够为长辈 带来一个好的一个聚会的场所 那里长也希望 借由这个据点 可以让长辈 有一个好的走动地方 关怀长辈 也提供他们这些相关的 这个适性的课程 让他们可以够健康 够身体 还可以吃肉粒 里长王熙仁上任第一年 除了延续过去的健康守护站之外 成立了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及引发俱乐部 让里长照顾长辈的能量 再上一层楼 记者苏建民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